購物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行為 但你買的東西真的值得嗎? Hi 大家好 我是凜品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 1月購物清單 就是我來分享說我在上個月的這個時候都買了些什麼 什麼東西值得買 什麼東西真的不要買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趕快去看下去吧 GoGo 第一個買的東西是這個 是璇璇跟Grace Kiff 聯名的方跟靴 我自己在冬天的時候其實是還蠻喜歡穿靴子 但無奈我的上一雙白靴實在是太難穿了 所以我就想說 不行 這冬天我一定要把它換掉 喔 我覺得不會順勢是BJF 不行 我先說我入手它的主要原因 它的選色不是說是純白色 而是有點偏米星色 再裝下面這樣子一點點的咖啡色 它不會說到非常的明顯 可是就是讓它的鞋子本身多了一點層次感 然後再來是它的這一個方跟 它是一個非常有靈有角的方跟 我覺得在設計上算是還蠻有識別度的 鞋子的部分還有一個小巧思就是這邊 它有一個金色的N支扣子 它這個N是它的小孩捏力的縮寫 我覺得這雙鞋子它存在的不只是循璇的設計而已 還包含了它對他小孩捏力的愛 順帶一提 捏力真的是開啟我喜歡小孩的一扇大門 它真的超級可愛耶 真的是有夠療癒人心的 下半看到它我都不累了 還有一個小巧思 就是它的鞋子拉鍊這邊 有選選它的英文槽寫簽名 我覺得說它雖然不是說非常的明顯 可是它就讓鞋子多了一點細節在裡面 再來是它的設計裡面 選選這次一共設計了四款鞋子 然後方跟靴代表著就是它現在的自己 從現在開始的決定就讓它是最好的選擇 哇!看到這個我讓我整個心臟被爆擊了一下 鞋太棒了吧 好回到鞋子 鞋子的它的跟高是5.5公分 然後它的鞋底還蠻軟的 所以穿著一整天也是不會覺得說是有不舒服的一個狀況 然後再加上它是限量的 所以這批如果沒買到的時候 就不會有了 趕快去門市試穿 整體來說我覺得它是非常值得購入的 雖然說它的單價不算是很便宜 一雙要來到2180 不過我覺得鞋子保養得意的話 你是可以穿好幾個東西 完全不是問題的 再加上它這樣子的外型 它的設計裡面 還有它的一些細節 真的上我覺得說 好!買下去吧! 第二個買東西是這個 是Track2Track的衝鋒衣 衣裕的時候有好幾波霸王戟還用 所以怕冷的人一定要未雨衝蒙 除了備好發熱衣跟暖暖包之外 我覺得衝鋒外套一定要買一件 它的內層是保暖用的 然後外層的話就是防風跟防火水 我覺得在台北 各位數的溫度都還擋得住 然後如果是下點小雨的話也不用擔心 我穿這件就夠了 根本就受到襯衫 我必須要說這個不會也要買 它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確認 就是它剛寄來的時候 超級臭 內裡這件絕對是要洗過沒有話說 可是外層這件居然也要曬個好幾點 才會比較沒有味道 就連我現在 我已經穿半個多月了 它都還是有一點點的塑膠味在這邊 我真的是 再加上它內裡這個顏色 是不是跟外面那層差超多 它是有點黃綠黃綠的那種 跟卡其白這個顏色 會不會有點認知上差異 大家還是好好存錢吧 拿一件好一點的外套 才不會後悔 第三個東西也是冬天必備 就是Sabon的護手霜 Sabon它是一個以色列的牌子 主要也是賣保養香氛為主 如果真的是大愛 他們家白茶這個味道 這在意見上面可能會有一點點偏黃 先說護手霜本身 我覺得它的滋潤程度是恰到好處的 就是它剛剛好可以修護你乾燥的雙手 可是它又不會說到黏膩 然後吸收也很快速 就這樣子輕輕的把它抹開 喔白茶味道真的好好玩喔 我跟你說白茶這個味道 它就是漂亮氣質的女生身上 會有的那種香氣 我自己是買50mol的 然後價格是480mol 如果是沒有什麼預算的小製度的話 也可以買30mol的 然後價格的話會變成380mol 滿推薦大家去貴聖文汗的 它還有非常多種不一樣的味道可以選擇 然後我自己是去精湛店 我覺得他們貴哥貴姐的態度都還滿好的 這個一定要收 第四個東西是 涼杯廁所吸管杯 它的官方顏色是淺灰色 不過如果是在不一樣的公園下 它看起來會有一點不一樣的橙色的感覺 例如在比較強的白光下面 它看起來就會有一點偏米白色 這個的外層是不修鋼 然後內層多了一個陶瓷塗層 所以如果你是裝酸鹼的飲料 它會比較好洗 氣味也比較不容易殘留在裡面 它的容量超大欸 它有710mol 整個比我的臉還要大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市售飲料都是裝得下的 然後小配件的話一定要買這個是透明的封口杯蓋 原因有3點 因為吸管杯你如果超過5-60度 其實你吸管就已經吸不太起來了 所以你買這個透明的封口杯蓋 它就可以直接就口喝 然後第二點是 它的這個杯蓋 它才有辦法放得下除吸管喔 所以如果你平常是喜歡喝珍珠奶茶阿 珍波耶阿 之類這種有料飲料的話 你一定要買這個東西 第三點是它的這個 它是可以完全防漏水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放包包的話 你也不用擔心 然後這個杯底套也是一定要買的 它可以防止你放在桌上的時候 它去敲到 它可能會有點掉漆阿 受傷之類的 然後它還有出這個吸管塞 細吸管的話是藍色的這個牛奶盒 然後出吸管的話是黃色的這個珍珠奶茶 它這個的話就是說它可以防塵阿 然後防飛沫 我覺得在疫情的這個時代阿 一定要買 但總結來說 這個產品真的是見仁見智 第一點是它的容量真的很大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要外出攜帶的話 很不方便 雖然說它的背身很輕 只有300多公克 可是你裝水進去的話 就不是這個重量了 第二點是它這個透明杯蓋 它其實有一個我覺得還蠻嚴重的bug 就是你在鎖緊的時候 你要先把這個孔打開喔 讓它裡面的壓力可以跑出來 然後再把它鎖緊 要很緊喔 然後再把它蓋起來 然後還要去檢查說 欸 它會不會漏水 它鎖到真的很緊 它才可以完全不會漏水 第三點是我覺得它的保溫效果 還是有別於那些大牌 因為我用過象印 也用過扇摩斯的保溫杯 他們的品質真的是好到沒有話說 可是兩杯的保溫杯 雖然官方說法是說它可以保溫8-12個小時 可是我自己實際用起來 而它就只是延長它的溫度 一點點而已 並沒有官方說的那麼持久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追求一個想要喝很燙的飲料的人 你要再評測一下 最後一個東西 是我非常喜歡的圖文作家 大姓 他出書啦 我很喜歡大姓圓圓 是因為我覺得他跟我是一個非常香香的人 他的創作是非常日常 可是非常有溫度的 因為都是發生在生活中的一些琐事 所以看了最後就是會會心裡笑 書的內容我覺得就是平常IG的延伸 它的易讀性很高 就是你可以吸收很快 然後可以在很短的時間把它看完 它不會說到讓你非常的印象深刻 可是在閱讀的過程中就是一個很療癒的感覺 就跟它的名字一樣 在小不幸的人生裡面 他就是不幸中的大姓 然後我私信很喜歡演就是他的贈品 居然是紙娃娃耶 欸這個超有年代感的吧 00後的小孩應該都已經知道這是什麼了吧 他整個就是我小學時代的回憶耶 嗨 他就是不幸中的大姓 書的部分我覺得說沒有一定要買啦 不過IG還是可以追蹤一下了吧 希望大家在有壓力的生活下 都還是可以保有一個療癒的小時光 來做個總結吧 其實我覺得這個月滿東西都還蠻實用的 就是沒有特別亂花錢的部分 因為每個東西基本上都是我每天都會用到的 而且我仔細看一下 我覺得這一集根本就是一個預寒劑啊 它完全在記錄我怎麼度過這個燕翰的冬天 身心靈都是 如果裡面有你在觀望的東西 都可以參考一下我的意見 再決定要不要下手 有被我燒到什麼嗎 或者是有被我滅火什麼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喜歡今天的影片嗎 不要忘記幫我按個喜歡 也要記得訂閱我喔 掰掰